现在我给大家讲解 另外一种偏头疼 是整个太阳血一边一边的疼痛 到整骨后面 整骨最一侧的疼痛 这种偏头疼 它都是由于我们面神经的分支 就是我们三下神经受卡压 而造成的面部 包括耳朵耳上耳后 这些疼痛 一般来说 它也是由于第二颈椎的偏歪卡压造成 那么诊断第二颈椎的方法 也是乳徒往下一摸第二颈椎 按压有阳性反应点并且高起来 然后用手法把它抚位 抚位手法 一只手抚住整骨 一只手抠下巴 旋转向肩侧 用拇指轻轻地定住第二颈椎的横图 然后迁拉 迁拉 这样迁拉 五到七次 看看它也扶回到位没有 扶回到位了 好 就说明这个阳性反应就减轻了 这个时候 镇骨完之后呢 一定要把头后大直肌给松开开 所有头疼必须松开头后大直肌 让患者扶卧位 来 扶卧位 患者扶卧位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啊 从风腐穴 就是我们的整骨下 这个可以叫风腐穴 往下摸到第一个极图 就是第二颈椎的极图 它的旁边 就是头大直肌的起点 然后学四十五度角 向整骨方向 四十五度角 就是 这条线就是 头后大直肌 我们把两端也松解开 也松解八十到一百二十下 做地方 两边都要松解 松解开 如果有那个就是 血井的 血井的 不能松两边 如果这是头疼的 两边的松开 然后呢 头后小直肌 要低头啊 低头 在风腐穴 旁开大概一寸的位置 就一寸位置 就是 那个头后小直肌 把它松解开 这种偏头腾 用作方法 就可以了啊 听到什么 就像是 就像是